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页文国 顺治十六年 女扮男装中国人状元 在二十九岁那年夸官到青海省西宁市 后得伤寒儿子 他今生投胎到山西省十楼县黄石玉村 是他记得的第三世 这一世家穷 没有读过书 后来嫁到黎娘家五里路的培沟村 他心灵手巧 捡一手好纸活 据说中国佛教学会常务理事 光明日报 博览群书总编常大林拜会老人家时 他特意剪了两套纸话 让转送给胡主席 温总理 其二 是他今生没有上一天学 四书五经 却可熟悲如流 因为他前世是文状元 前世读的书还记得的缘故 二零一零年 有网友专程去山西拜见了这位 当时一九十三岁的传奇人物牛文起老人 宾住四九别重逢 相见甚欢 天晚了 慈祥的老人吩咐孙子打扫另一孔窑洞 刘网友在家住宿 虽不想麻烦他们 无奈村里别无旅馆 也只好随缘了 他们是想核实来自各渠道的再生人信息的真实性 最初是从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宫杂志上知道山西 河南一些再生人的事迹 后来从网络得知更多的再生人的信息 于是就想调查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如何 网友表示 他曾学习过中宫 曾遇到带有灵哥的工友等 一些难以科学常识解释的现象 引起了对人生奥秘的探索兴趣 2006年 因为一个奇异的 并在后来生活场景中出现的梦境 使他开始接触 地藏菩萨本愿经 逐步进入佛门 佛教理论的终极目标 使教育大众出离六道轮回 六道是指人 天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六道 每个生命都是因为无名颠倒造作的业力 才在六道中轮转不休 痛苦不堪 畜生 恶鬼 地狱三恶道的痛苦不必说了 而人 天 阿修罗三善道 痛苦虽然比三恶道轻 但同样存在八苦 而且会因为离破造恶业 来时可能更加痛苦 佛陀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善恶必然有报 三是因果 真实不虚 如何才能处理轮回 伟大的教师佛陀 教大众修学五个方面科目 敬业三福 六合敬 戒定会 六度 普贤十愿 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根基和意愿进行修学 种因 得到个人希望的果 这些修学的果分别成就人天成人 天众 小成罗汉 大成菩萨 佛等果位 人天成的基础是五戒十善 这也是敬业三福的核心 如果人人按佛陀教会去做 人间集净土 按佛陀教会断恶修缮 得人天福报 可以有美好的人生 但不能出轮回 如果以真实利益众生的心机功内德 求生西方净土 可以出离六道轮回 但理解和相信六道轮回理论一开始却很困难 而这是修学的重要基础 对于从小学习科学 心中无神论观念跟身必顾的我们 六道轮回理论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 我们都相信眼见为实 人 畜生这二道 我们天天打交道 而天 阿修罗 鬼 地狱四道众生 我们无法见到 所以很疑惑 这很正常 再生人 以及他们所讲的前世记忆是真的吗 如果这一切是真 我们的人生观就要大大改变了 虽然改变固有观念往往非常艰难 但如果明知是错 当然不能让自己一错再错 千里之行 只为实地考察再生人 因为人生短暂 人命珍贵 所以对生命奥秘的探索是最值得关注的 终于来到牛恩起老人面前 还住在他的家里 并在他家住了三天 这三天 广有尽可能多和老人交谈 幸亏老人会写字 所以 他们的直接谈话大多是笔谈 虽然老人这一生没有读过书 但他会写繁体字 他尽量以孙子的纸笔回答问题 他的孙子北齐十年十五岁 会讲普通话的他 充当了与他奶奶之间交谈的翻译 为什么老人没有读过书 却会写繁体字呢 老人说 这是他前世读书的底子 他说 前世书读得很好 曾中状元 时间是清朝年间 与范无病同时中的状元 范是武状元 自己是文状元 他还说 乌表弟读书较差 自己曾被他替考 死后受到阎王斥责 因是真心帮助表弟 没有得表弟一分钱 被免于处罚 有一次 老人背诵了一首非常长的节字 类似诗歌 虽不一定押韵 但言辞古雅 内容与误道相关很有哲理 真不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老太太能够急性编出来的 为慎重起见 网友还访问了老人的邻居 以及培沟村的不少村民 甚至包括跑十楼培勾线路的客运司机等人 询问牛文起前世今生世的真假 人们都一口同声的说 他娘家距此仅无礼路 嫁过来几十年了 他是个老实人 从不骗人 他所讲的事情都是可信的 人们说 他八岁就开始讲前生的事 而且后来 他和家人曾按他前世记忆住址去找过 他前世在西安 河南的老家 全都找到过 当时社会发展慢 好些地方都还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老人至今能讲西安 河南省的方言 而他家门口现在还在使用的一个小柴灶 邻居说 老人家亲手造的这个造的样式是河南市 这个村里只此一个 样式非常独特 按照佛经 这是隔音之谜 佛说入胎 入胎 出胎的痛苦太深 把记忆完全丧失了 南淮锦先生 在讲乃禅七日时讲过 神识在入胎时 就像一只苍蝇突然进了电风扇一样 更确切说是进搅拌机 马上被搅进去 并给搅晕了 紧这一关 就能让我们一般人完全迷失记忆了 住胎 佛在经中 趁住胎时未胎欲 和坐监允一样受罪 即使前面入胎时没有迷到 到这里 闷十个月也给闷迷了 出胎 佛说 如鲜真似鲜肉的痛苦 所以 小孩生出来 皮肤碰到空气 就如拿千万把针头刺扎鲜肉一样 凡夫没一个不哭的 太痛苦了 即使是一个人修行的很了不起了 能够做到入胎 住胎不迷 但是到了出胎这一关非迷不可 能够出胎不迷者 那真是正果的大阿罗汉 成愿再来的佛 菩萨 圣人了 除非夺舍 所谓夺舍 就是夺了别人的房舍 肉身去住 南淮锦先生 在讲《我说参同戏》一书中 说到家和密宗有一种功夫叫做夺舍 就是把自己的神识 进入刚死的婴儿的体内 能够夺舍的人 一般有较高的修为 并且功行和道德也是很高的 为了不再转世被迷格音之谜 他是借个身体继续再来修炼 所以 他们是出胎不迷 南淮锦先生说 如果道德不够 干这个 会犯天调的 牛文奇老人对多次转世投胎经历 前后158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根据格音之谜理论 牛文奇做罗马商人 以及高官之前的某个前世 一定有很高的修炼水平 否则无法解释他这三世 158年间的转世记忆 从他自述发愿为村里修观世音菩萨庙 多活了不少年来看 可见一般 他说今生的寿命 本来是25岁 因发愿要为培沟村修观世音寺庙 没有资金 一直活到88岁 才将观世音庙修起开光 他说修寺院的目的 是让观世音菩萨的形象留在人间 让大家知道真有轮回 真有菩萨 不要做坏事 之后 他说不再来人间了 在偏僻乡村 拜访这样一位老人 听他讲述他的前世经历 看见没有读过书的他写繁体字 背诵子等 真是非常不可思议 觉得就像是佛陀在面前 宣讲法界的真实性一样的震撼 据网友回忆 和老人三天近距离相处 感觉他非常淳朴善良 的确不可能为此骗人 而且 他多年坚持讲述这个前世今生故事 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还是一直坚持讲述这个同样的故事 和这位老人分别后 他们还曾拜访了山西另外两位 知道自己前世的再生人 这些有益的经历 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很有意思的是 许多山西农村老乡 对网友千里迢迢 只为搞清楚是否有轮回感到很不理解 他们觉得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老乡们说 他们周围这种事情非常多 这些再生人还不是和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完全没有意思 比如 哲国俄前世的儿子当时四十多岁 却要喊年仅三十多岁现世 身为女子的哲为爹 面对许多人奇异的眼光 可是他们内心承受的压力 而哲国俄虽然年纪轻轻 前世经历苦难的痛苦记忆 使内心充满沧桑 心情牵挂方面 灾生人的家属子女 不仅只有今生还涉及前生 手心手背种种不舍 心往往分为两半 许多没有继续念佛修行的灾生人不愿意被人打扰 深深隐匿在民间 由此可见 六道轮回是真实不虚的 2012年暑假将近经文噩耗 牛文起老人儿子全得沉痛的说 老人家于当年农历7月29日去世 妻子说 老人去世时什么都知道 并且知道自己将于7月29日去世 听闻此言 悲伤时又有些欣慰 想来素有修持的老人当归净土 希望他往生西方净土连品增上 牛文起老人是在红尘中度我的菩萨 为世人献身说法 证明了佛法的真实性 对世人的巨大震撼 不亚于亲在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听闻妙法 从此知道要真实的断恶修善 求生阿弥陀佛净土 否则无始无终的轮回永无休止 从此发愿不再贪恋梭婆世界的明文利养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唯愿清净身心 速归净土 然后回入缩陀 度一切如母有情众生 这些生生世世的六亲眷属 都得诉出轮回苦海 离苦得乐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七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密室君 还可点击视频右下角 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